我是如此可妄想的悼念 上路口的大家会放出我对我说 讲中文买通 拥有百万专辑销售量的 南韩男子天团Exo 大陆级成员陆寒 拖团单飞后人气水涨船高 最近还来台和Ella一起为节目录影 吸引大批粉丝帮我 穿着一身轻便运动服 陆寒现身滑钢异笑 为实境节目出外景 新陈一曝光立刻引发关注 但也被人检举 说他没有工作签证 违法来台打工 陆寒行程照跑 只是接获检举的移民署 也打算进日内传他约台 一旦证实违法 五年内不得来台 看起来应该是 他是有自由行来的 是有违反规定的话 我们就会宣明他十日内出境 然后出境以后 被管制到五年内不得入境 听到消息让不少粉丝感到压抑 因为加入南韩团体的大陆男星 退团后多半有不错的发展 没想到会因为签证问题 闹出风波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情形 过去也曾发生过 像是吴启贤就曾因为没有工作签证 到POP演唱禁止来台五年 而李欣杰也曾因为触法 遭到限制入境一年 陆寒开开心心来台录影 现在却可能面临五年 不得来台的窘境 恐怕也让他始料未及 记得廖一志台北报道